大家好 现在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文氏管跟气泡石的比较 那我们在鱼缸的角落 有放了一个文氏管 这一根文氏管是六分的文氏管 那旁边这里 这个就是20瓦的沉水马达 沉水马达这个 它的接口是四分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转接的一个螺丝 将四分转成六分 这个六分的文氏管 它两侧的这个牙都是六分的 那我们在旁边 特别放了一颗气泡石来做比对 那各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气泡石跟文氏管的一个 出气量的一个比较 大约是三倍到四倍的一个差距 假如你的鱼是需要比较大量氧气的 那采用文氏管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而且经过马达驱动的方式的话 它还有一个照浪的功能 打气机的话就是纯粹是打气 气泡往上冒就这样子 那我们做个侧向的打气的话 这有一个强劲的水流 可以在我们这个鱼缸做一个水流的循环 这样对鱼的一个生活成长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这里也是有用一个这个沉水马达 这个沉水马达是为了做鱼菜共生用的 那我们上面有一个 鱼菜共生的一个种植床 种植床上面有一个植物灯 那水抽上来之后 会经过这个过滤盒 先过滤 再流到这个植床 然后透过这个红漆中 流回这个水珠箱 这大概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形 哇这鱼都很活泼 好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大家见面